都是我的责任啊 算了 我就知道 想要抓住他 没那么容易 虽然老黄的职任不成立 但封卫星赌博和隐瞒 伤情是存在的 他就是那个内鬼 你一直不说话 你该不会又怀疑我吧 为我那么分裂吗 我在想 接下来跟那封卫星怎么办 11020这个案子 过去的时间太久了 除了那一百万的联号赃款 能找到的线索几乎没有 我看还是得从 湛羽案下注才行 110报警电话的声音对比 结果也出来了 报案人使用了变声器 现场声音也很嘈杂 不能确定那就是冯卫星 所以我们只能放人 有什么事你长话短说 我里边还有事呢 前两天你们还信誓旦旦 说是严谨杀了孙嘉宇 昨天老风就被带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起啊 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信息 程睿们亲自去抓的人 难道他手里 真的有冯卫星上任的证据 晓鸥 关于这个案子你不要去想 更不要插手去关 你到底在回避什么 你猜错了 不是冯卫星 他有跨内衣案发当时的 可不在场证明 其余的无可分告 其余的无可分告 是严谨杀了孙嘉宇 是严谨杀了孙嘉宇 可真是严谨杀了孙嘉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老冯 尼亚 你口罩回来了 我就知道你没事 昨天一晚上没睡好吧 他们没怎么着你吧 就是问了点问题 你可别多想啊 你饿了吧 来来来 坐这儿 我去给你问点吃 没事 我已经吃了 他们给我准备饭了 你吃了吗 你现在是个孕妇 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走 我去给你坐去 你别坐了 我先不吃 怎么都不吃了呢 老冯 过了 走了 他们 为什么要抓你啊 这是对李五六年前的案子 我参与了 让我协助调查 那调查就调查 搜咱们家干吗呀 不行 我得去告他们 好了 这不是误会吗 谁不犯点错 算了算了 什么就算了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你抓进去 不知道的人 以为你真犯什么事了呢 作为参与者 我有义务配合调查 得人处且饶人 等着 给你做饭 吓死我了 害得我一晚上没睡着 你怕什么 难不成你真以为 我杀人了 不是 我是怕他们冤枉你 你要是有什么事 我 乐乐 还有这肚子里的孩子 可怎么办呀 好了 好了 这不没事吗 坐 慢点啊 你呀 有件事想跟你说 最近 确实发生太多的事了 让你受委屈了 其实 我早就想向你求婚了 你也知道 我是个粗人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 什么款式的戒指 也不这样 我陪你去金店 你喜欢哪块 咱就买哪块 其实啊 严谨这事倒是提醒了我 人生无常 喜欢做什么 就抓紧时间去做 一定要珍惜眼前 你呀 咱调个好日子 把证领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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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冯回家了 他没事 嗯 那就好 晓鸥 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心严谨 但你压力不要太大 我们先等着警方的调查结果出来吧 没什么事我挂了 这么快就领针了 这还快呀 我跟老风不是早该领了吗 以前幻想过各种被求婚的画面 都是特别奢华 特别浪漫的 我以前还跟你说 必须得有鸽子蛋 但是现在没有鲜花也没有钻戒 我就这么把自己给嫁了 你啊 如果老风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什么意思啊 晓鸥来了 你们领针了 恭喜啊 谢谢啊 这段时间都在医院忙 要不然我们大家可以聚聚 乐乐好些了吗 还好吧 刚吃的东西都吐了 看着心里真难受 慢点 你别太担心了 要不然你先去吃点东西啊 我吃不下呀 你呀 你回去吧 别在这儿待着了 别累坏了 晓鸥 麻烦您把妮娅送回去 那你今天就在家里说吧 然后跟我做个伴 走了啊 慢点啊 谢谢阿修 我洗完喽 你去洗 我等会儿再洗吧 你累了就先睡 要跟网友胡骂呢 瞧你气那样啊 晓鸥 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 你得为自己考虑考虑啊 你说网上这么多人 你不可能一一都回应他们 再这么下去 再这么下去 你的精神会崩溃的 你今天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 老冯不是我想的那种人 我这随口一说 开玩笑的 不对 季晓鸥 你有事瞒着我 咱俩还是不是姐妹了 我就觉得你最近怪怪的 肯定有事瞒着我 你真的想听我说 废话 好 我问你 去年跨年夜的当晚 冯卫星真的没有出去过 没有啊 你问这干嘛 我记得你说过 你中间睡过一段时间 你睡着的时候 你确定冯卫星没有出过门 肯定没有 我记得 当时也就睡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老冯把我叫醒 让我喝粥 时间你没有记错 应该没错吧 那天跨年夜 电视上都是跨年晚会 我记得没多久 就开始倒计时跨年了 你还会说 季晓鸥 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呀 如果老冯这有什么事 你觉得警察会放他出来吗 你当警察局是客栈啊 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 你急什么呀 我就随便问一问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呀 你别弄了 我来 怎么饿呀 药没了 什么药呀 维生素 放哪儿了 我给你拿 那边第二个超天 老冯最近总失眠吗 怎么会有安眠药啊 我没见他吃过呀 我都不知道家里有这种药 你可怕ogo是否 你也不要在这儿 到底是否叫你 你也不在哪儿 我记得你 你甚至于是否受到 你才有条件事 你赶紧这需要 你也让不在这儿 你也要是否让你 这个人一再设下陷阱 说明他就在我的身边 冯大哥 你是什么时候 去三分之一工作的 有半年了吧 严谨有什么消息吗 严善没说 这官司胜算有多少 赵廷辉凭什么怀疑严谨 难不成 他找到什么新线索了 既然你们相信 法律是公正的 你们就应该让警方 去帮你们去查 他跑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不再让他去 准备了 二子版泡面有这么好吃吗 你这个面还是差了点意思 跟二子煮的 两个东西 臭吃吧 我说多余给你煮 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能坚守批评才是进步的开始 要说吧 二子就特别有创意 他会往泡面里挤点柠檬 再放点什么辣椒什么 那味 香的 别提了 你这面一定有什么故事吧 我们在武警特战队那会儿 第一次到境外执行人 是野外 环境特别恶劣 那个地方哪是人吃饭的地方 这地方吃人还差不多 二子看到我们有一堆零食和泡面 他就研究完了 就做出了这碗面 直接把我的学腿不服给治好了 从此往后 我但凡有个头疼脑热 必须得来碗这个泡面 你吃得这么好 你就说吧 这事怪不怪 我怎么听说啊 你们这流氓三人组 我在武警特战队的时候 没使二领导头疼的吗 抗命违规 那都是加成面分啊 我们仨那叫三剑客 只可接音 三缺一了 你要是有兴趣 我欢迎你加入 等你真的洗脱罪名以后吧 万一那天 我把冯卫星逮捕归案了 又发现你才是真凶 那我那时候警服 可真的就脱了 赵廷外 你有没有觉得 咱们俩是一类人 骄傲自负 绝不服输 如果当年你也在进毒支队 咱们四个人 肯定能尿到一个狐狸 但是你这个人啊 太闷了 季晓鸥啊 他就不喜欢闷的 他嘴上越说你是超流氓 心里就越喜欢你 你少在这儿跟我炫耀啊 你是真不怕我公报私仇是吗 你不会的 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 对不起啊 哥们 什么意思 你这话说得 这话说得我心就肉肉掉了 因为我 害得你倒心态还关在这儿 那要不然 你现在把我给放了 真凶没落网之前 我可没这个权利啊 只能委屈你一下了 在这儿再好好待一会儿 还有晓鸥 行了 行了 客套话就不用说了 这个事啊 也不怪你 要怪只能怪那个凶手 凶手太狡猾 咱们太善良 说真的 你是我见过最牛的心情 现在你跟老程联手 我在这儿啊 我一点都不挤 我就踏踏实实地等你们的结果 听你说这些话 我心里舒服多了 你就好好在这儿待着 外面的事 交给我跟老程 你有没有时间就看看晓鸥 你真不怕我趁火打劫啊 打劫的心你肯定有 但季晓鸥绝对不会被你劫走 这一点我还是清楚 行 我回去看他了 那麻烦你帮我给他带救 说吧 说吧 我卡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能拨打呢 你怎么拨打呢 你怎么拨打呢 收到 İslam 张萨 我门了你 你希望你拨打 我门了你 你没有人 你还有什么拨打 你很拨打 这房子这么一布置 原来温馨多了 案子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严谨有没有给你出什么主意啊 给我收收呗 我怀疑冯卫星跨年夜当晚 是用安眠药迷倒了方妮娅 才有的不再上证明 那你有什么证据 他家有安眠药 我亲眼看到了 这算什么证据 所有人家里都可能有安眠药 那如果我说 冯卫星一直暗恋我呢 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他喜欢我 一直把感情深藏在心底 而且他很在乎乐乐的感受 所以这些年一直没有找女朋友 方妮娅在追求她的过程中 我多次给她做工作 但她始终是拒绝的 但为什么在跨年夜当晚 她突然接受了方妮娅的告白 还把她带回了家 这个太不像老冯的风格了 除非她另有目的 而且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冯卫星非常了解 严谨家地下车库的摄像头位置 那天她开车送我回家 车刚进地库 就发生了事故 我说要去调监控 但她看都没有看 就说那边没有摄像头 后来我去查看了一下 那附近确实没有 我确实配合了严谨逃跑 也不该骗你 更不应该在网上 给你制造麻烦 但请你相信我 冯卫星真的有问题 这是他们家的新品 你尝尝啊 晓鸥 对不起 我现在没有办法 把这个案子的相关情况 告诉你 我这也是在保护你 请你相信我一次 我一定换你一个真相 严谨让我给你带些话 他说他在里面挺好的 就有时候想你想的 睡不着觉 他说你等他出来 他要单去世界上 最美的海岛雪山 你们好好地玩一圈 这句话 你这句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 怎么怪怪的呢 我原来真的没说过这种话吗 我问你啊 最后两天孔名单是不是你放的 别说我还没说过这种话 别说你俩的街头案号 还真的挺愣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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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行了 严谨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 能尽管找我吗 不用了 你能帮我传话已经很赶紧 你能帮我传话已经很赶紧 那我先走了 对了 你 你就没什么让我带给他的话吗 你 乐乐 疼 你爸坚持住啊 该不说了这疼是正常的啊 疼 疼 你体内有新的干细胞在生长 坚持住啊 乐乐 疼 乐乐 你爸坚持啊 乐乐 陈大夫 来 这是刚拿到的检查结果 孩子已经出现了 弥漫性肺炮出血综合症 肝功能也表现异常 而且这些情况 都在持续地加重 您不是说 移植后排异是正常的吗 我们已经用了趟排异药 但症状依然在家中 关键是 这么早就出现了 如此严重的排异反应 这说明手术 并没有解决问题 你们 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陈医生 您的意思是 乐乐她没救了 确实很不乐观 陈医生 不是这样的 我儿子之前挺好的 我觉得你们是太悲观了 您告诉我 乐乐会好的 是吧 是吧 陈医生 您告诉我 我知道您是吗 真是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不能为了这个人说你 一定要记得他呀 我一定会想办法 陈医生 起来 起来 冯先生 陈医生 乐乐 你看小欧阿姨 给你买了这么多玩具 你说谢谢了吗 谢谢小欧阿姨 累了吧 娜娜 那就早点睡觉吧 爸爸 我想听你给我讲个故事 老师 乐乐 小欧阿姨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让爸爸休息一下 乐乐 你看那边的玩具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个呀 我最喜欢灰太狼 为什么呀 因为他很聪明 勇敢 别人觉得他很坏 其实他特别善良 那晓鸥阿姨跟你讲 灰太狼的故事好不好 从前啊 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 住着许多小动物 其中啊 有一只善良的灰太狼 他勤劳勇敢 乐于助人 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和小熊三兄弟 也是特别好的朋友 大家在森林里 过着平静又快乐的生活 但是突然有一天 森林里来了一只 性格暴躁的大老虎 大老虎到处惹火 绞的森林鸡犬不拧 还带坏了许多小动物 那灰太狼就和小熊三兄弟 喝起火来对抗它 但是后来 不知道为什么 灰太狼 悄悄地成为了大老虎的朋友 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 还让小熊兄弟中的老二 被大老虎给吃掉了 小熊兄弟和他的朋友们 都特别特别地伤心 那后来呢 后来灰太狼很后悔自己的所措所为 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去的朋友的原谅 就找了个机会杀死了大老虎 默默地离开了森林 再后来 梦梦觉得灰太狼应该怎么做 如果我是灰太狼 我就会勇敢地回到大森林 跟朋友们认错 爸爸说过 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一切都还来得走 梦梦你真怕 她还在离开 humanos 冷藏 变成哪儿 我来说 来 � nets 滚我知道 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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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了所有 冯卫星在三分之一的 个人网购记录和采购记录 都没有发现到这一箱 他们家附近的商店和杂货店 我也都查了 他们对冯卫星这个人 一点影响都没有 冯卫星这么精心设计陷害严谨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 让咱们找到作案工具呢 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他可能早就销毁证据了 冯卫星把这个案子 做得这么干净啊 咱们这么漫无目的地查 也不是个办法 走吧 去哪儿啊 分支现场 凶手只要去过 就一定会留下证据 我去哪儿啊 你怎么还不下 notice 别急所在这儿了 我说的自己是不一样的 我 대해说的 哪儿啊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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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